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下关于我们历史的分区 以及哈系和case分区 和分区的一个管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我们的一个历史分区 这个历史分区的话 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一个离善值 它是区别于我们runge分区的 runge分区的话 它的一个分区的一个依据 就是我们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值 比如说我们这个值在某一个范围之内 那么比如我们之前所讲的 关于我们这个商店的一个编号 那么只要这个商店编号小于6的 那么包括1235 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值 那么它是属于披离分区的 而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历史分区的话 它是一个离善的这个值 这个离善这个值就必须满足是等于某个值 那比如我们现在我们这里面这个storeID 它有20个商品店 那么这个商品店的话 我们会按照这个东西南北 然后还有一个中心区这样的一个划分 那么比如北区的话 它的一个商店编号是35697 那么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某一个具体的 这样的一个值的时候 这个值它不是连续的 它是一个离善的 比如35 它并不是连续的 它是一个离善的这样的一个值 那么它是属于一个分区的 这个分区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历史来创建 我们创建它的一个鱼把 实际上也是和我们之前的也非常类似 这里面我们把它copy一下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一个 DOS下面来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之前创建这个数据库 然后use text parsure 然后把这个代码给复制一下 然后指引一下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历史分区 这个历史分区的话 它的一个语法就是一个parsure by 这里面有个历史在的关键字 后面的话就是跟上我们的一个字段名称 这个字段名称的话 就包括我们这里面有个parsure parsure的话 后面就是跟上我们的一个分区的一个名称 然后value是in 这个in就表示 这个storeID在哪一个字当中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插入一条数据 我们插入insert in2 比如说我们现在插入的是 empre这张表 然后我们只插入再几个字段 一个是id 一个是flame 然后是lame 还有一个 交付 code 还有一个store id 然后values 这里面如我们插入的上比如说是1 然后abc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lastname p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11001 然后这里面如果我们现在插入的是第三的一条数据的话 第三就是说这一个商店编号它是3的 那么它是属于我们p loss在那个分区 我们现在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那现在这条数据已经插成功了 那如果说我现在插入这条数据 它不在我们这个分区的这个枚举值里面 那不在这个分区枚举值里面 比如说我们先插入一个事实 咱们插入一个various 然后1002 然后我们插入 我们这里面插入事实的时候 由于这个事实不在我们这里面这个分区当中 那么在这个分区当中的话 我们这里面执行的时候 那么现在它就会告诉你出错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值 这个是这个值 它不在我们刚才所列举的这个分区里面 而这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历史的分区 在这个历史的分区里面 在mysog5.1的时候 这一个字段 就是我们这个要分区的这个列 就是分区所依据的这个列 必须是inter类型 那么从mysog5.5之后 这里面就会扩展了 那么可以不再是一个inter类型 那么它的一个语法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测试 我们创建一张表 比如我们创建一张cred table 然后我们ty 这样一张表 在这个表里面 我们就创建这几个字段 这字段的话 我们就需要比如说有一个id 然后它这个inter类型 然后20 然后也是一个later 那这里面我们创建分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passion 以前我们mysog5.1的时候 它不支持我们这一个列是非inter类型的 如果你是一个字图类型 那么就必须要进行转换 现在的话我们mysog5.5之后 它支持我们这一列可以是非inter类型 也说可以是字图类型 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通过 passion by list 这里面有一个list.coms 多类关键字叫coms 然后这个coms里面 然后我们就跟上 比如我们现在是根据这个dpt name 来的dpt name 然后进了一个分区 然后这个分区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名字passion 比如叫pe 然后values 然后in 这valuesin比如说是 hr部门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字 或者说我们的是 我们就hr是这个分区 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一个passion pr 然后values 然后in 比如说我们在sort这个软件部门 这样我们就创建了这一张表 然后插入的时候insert intu 我们向ty插入 然后远方1 然后如果是一个hr这样的一个部门的话 那么它 这的数据 我们把这一条语法 准刷一下 minus 1 然后hr这个部门 hr这个部门 这样我们插入的时候 那么这条数据都已经被插入到我们这一个分区当中了 就是p这个分区 那如果我插入的是 soft的一个 那这里面就插入 如果我们现在插入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插入随便插入s的 o 我们插入一个so的话 那么插入这个so的话 由于这个so不在我们这个分区的围局值里面 那么它会报错 就是这个so它会报错 是因为我们 刚才创建这张表里面有两个分区 这两个分区的话 它的一个值就是我们这个dpt lm 它的一个值是一个是hr 另外一个是soft 好 这是我们对于 我们myssoc5.5之后 我们支持的是一个非int类型的一个 列 它的一个list的一个分区 好 这是我们对于list分区的一个讲解 然后再看一下关于hashi分区 hashi分区的话 它实际上 也有点类似于我们 按照我们的一个表达式的一个反馈子 来进的一个分区 这里面我们就直接说一下它的一个语法 这个hashi分区的话 它的一个分区就是根据我们这个hashi 就是我们这个计算机 它去计算一个hashi 这个计算hashi的话 它就计算这个storeid 它的一个hashi 根据这个hashi来进一个计算 然后这计算的时候有一个parches 就说它会根据这个hashi的一个计算 它会给它分成四个区 如果说你不写这个parches的话 那么它会给你默认 在一个分区当中 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copy下 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分区 我们把之前的这个 type amplice这张表给删掉 或者我们直接创建另外一张表吧 我把这个给copy下 然后我们给它改成一个inp这样的一个字段 inp这样的一个表 咱们再来 看一下 这是一种hashi分区 hashi分区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计算机 它去计算hashi的一个值 然后进了一个分区 这个hashi的一个计算 它是计算这个列的一个hashi值 这个列的这个hashi值计算之后 它会给你分成四个区里面 如果你不写的话 它直接给你分到一个区当中 好 这是我们那个hashi分区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分区的话 就是一个k字分区 k字分区的话 它也有点类似于hashi分区 它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的一个k字分区的话 它支持我们一列或者说是多列 那么它这个语法就是我们 把这个代码我给cpy下 它这个语法 这是我们对于一个k字分区 在k字分区当中 这一个列 它可以是一列或者多列 然后如果是没有写parsha时的话 那么它也会认为是一个分区 如果你写上一个parsha时的话 那么这里面你写上多少个 那么它就会是多少个分区 这是我们的一个k字分区和我们的一个hashi分区 都是非常类似的 只是它的一个计算分区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是不太一样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分区的一个 分类 总共有这样的一个式类 重点是我们前面 regi分区和neas的分区 我们作为一个重点内容进来讲解 后面就是一个分区的管理 那如果我们现在想删除一个分区的话 比如说我们对于之前的这个分区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去销table 销我们cly的table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就是我们创建这样的一个分区 那我们创建这样的一个分区之后 如果我们现在想对这个分区进行一个 删除的话 我们想删除这个分区 删除这个分区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 or type 或者说我们从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数据 from inps s 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store id 它是属于我们p loss的一个分区 那如果我现在把这个 loss这个分区给删掉 那我们同样的这条数据也会被删掉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测试 我们先 alte 删除我们的一个分区 它这个语法就是water table 我们的一个 是ampli这张表 ampli这张表 然后drop 打partion 然后我们的一个分区名字就是一个p loss 是 我们执行下 执行之后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分区给删掉了 删掉之后 我们再来查用一下 因为这个分区里面 它包含的是这条数据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分区删掉 那么它的一个 所定的这个数据也会被删掉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查这条数据 现在这条数据就没有了 是因为我们把这条分区 给删掉了 删掉之后 它同样的会 把这个分区里面所存储这个数据 同样的也给删掉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添加一个分区 就是我们 比如我们现在给它加一个分区 加一个分区 它的语法就是一个order table 然后我们那个表名 然后add 我们加上一个分区 然后partion 比如说重新要把这个分区给加上 我们重新要把这个分区给加上 我们就直接 order table 然后我们是 修改是我们的一个 ampli这张表 然后partion 把刚才这个分区给加上 把刚才这个分区给加上的时候 就是一个 partion 然后我们的一个分区名字 比如说 这叫p loss 然后valu is in 这valu is in 比如说是 3 5 6 97 我们刚才这个少加了一个括号 少之后给加上 我们把这里面加上 这有一个 order table 这里面有一个add 一个关键词 add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一个分区给加上了 这个分区就是一个p loss的一个分区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删掉这个分区 那么现在又重新改加上 这就是一个分区的一个重新添加 就是我们一张表给创建好之后 很可能我们在后面我们会想到 我们再给它增加个分区 那么再给它增加个分区的话 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语法 water table 然后unplace 然后add partial 然后这个parsher 然后它这个分区的一个语句 就是我们对于分区的一个 管理 而总结一下我们这讲小节 我们这讲的话 实际上主要就是讲解了关于 历史的分区 历史的分区的话 它是一个每举值 也就是一些离扇值 那么它属于哪一个分区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离扇值 去确定它 另外就是一个hashi分区 和case分区 hashi分区的话 case分区的话 它是根据我们的一个计算规则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处理 然后去 得到了一个分区 那这个分区的话 我们可以设定 我们这个分区有哪几个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个parsher的话 parsher4就表示有四个分区 如果parsher4为3的话 那么就表示 根据这样的一个计算结果 我们给它分布在三个分区里面 case分区也是同样的 另外就是一个分区在这个管理 分区在这个管理的话 我们可以删除一个分区 删除一个分区的话 我们就是water table 我们表明 然后dropparsher 我们那个分区的一个名字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分区给删掉 分区删掉之后 那么分区所属的这个数据 也会被删掉 如果我们现在想给某一张表增加个分区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runch 或者说历史的分区去给它增加 那么它这个语义法就是water table 我们那个表明 然后再加上i的parsher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分区名字 把我们之前这个分区给加上 然后就可以 好 这就是我们这讲 对于我们分区的一个讲解 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点击